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台X30也是我们小孩视频频道第一个拿到的 应该也是全球首批了吧 骁龙8处理器的旗舰机 吵翻天的到底是谁首发 算是有一个阶段性的答案了 这个软件版本我们都经历了好几个 你看到视频的时候 它最新更新的一个软件版本好像是只距离三天的时间 所以我们是连夜爆肝 大家记得转发点赞 我要的不多 5万就可以了 我知道大家跟我一样急迫啊 所以开箱我们就省略了 这个传统的四件套还有一个清水套 这是一个68瓦的充电器 颜色上呢 我们这两个都是秋同影 这次它还有一个浅色版本叫穷台雪 其实之前我们体验Moto手机的时候 从名字上能够感受到它非常重视国内的市场 这些名字都非常的有中国风啊 外观ID上猛的一看啊 感觉挺普通的 没什么特点 但是有一些设计上的小细节 这个X30呢 它的这个镜头的部分啊 凸起的这个模块呢 是给你做了一个弧面的处理 这个弧面不像之前我们看到那个给你盖上了一个弧面的玻璃 它是把整个镜头模组凸起的这个模块给你做了一个弧面 但是很难形容 在ID上我其实还更倾向于S30的这种设计 因为它是把整个这个镜头模组部分给做了一个无规则的一个凸起 就是做了一个延展的这个效应 这猛的一看好像是上面这一块都凸起了 其实是做了一个小小的坡度啊 这同样是很难形容 先说一句 它是888PLUS的处理器 Moto就直接给定成一个次旗舰的这个位置了 它是一个塑料的背板 而这个X30呢就是玻璃的啊 需要注意 特别了解了一下Moto Edge X30这边框采用了水度工艺 这外层是塑料材质覆盖 这内部为金属材质 中框方面它们全系都是无断点的 在尺寸方面这X30呢还要比这S30稍微的小 那么一点点 它的这个边框上面这个X30确实是大旗舰 控制的更好 它努力想做到一种四边等宽的效果 你要看上面的还有两侧的话 真的几乎就是四边等宽的 而且那块R角几乎一样 但是下巴这里啊 稍微宽那么一点点啊 我感觉一个毫米都没有啊 这个半个毫米吧 这个正面观感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 就非常接近与四边等宽了 这次它的全系呢 都没有采用屏幕指纹识别 即便是这X30它是欧拉的这个屏幕 它也采用了一个侧边指纹 大孩那句话 侧边指纹这个是一个好用 但是好像不是太好听的一个功能 真的速度非常的快 反正我个人是挺喜欢这个侧边指纹识别 不过啊 又是灵性的 不过 它那个位置有些靠上 我这手还算是比较长的啊 在这个位置 但是呢 它要再动一下 在这里 扬声器方面呢 它是一个听筒式的双扬声器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方便咱们都先放一放啊 我知道你已经迫不及待想看骁龙8的实际表现了 这次我们是连夜爆竿 我们一起来瞧一瞧 骁龙8这次首发了X2大核心 主频和88plus一致啊 都是3.0GHz 综合频率从2.4提升到了2.5GHz CPU升级幅度不大啊 重点在GPU上 娱乐图实测跑分 骁龙8如约突破100万 村主上也放开了对UiFi3.1的限制 持续写入达到了1224M每秒 首先 看一下日常骁龙8的表现 小白色平数据库新版续航测试 X30 5000毫日电池 3小时剩余61% 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剩余17% 同样电池容量的小米11U88处理器啊 仅剩余了3% 差别还是挺大的 极限测试的项目就是从100%到关机 摩托坚持了整好6个小时 即便换算下来也突破了之前数据库里面88机型的最长记录了 值得点赞 当然数据库终究是一个固定模型啊 仅供参考 数据库标准的1小时5G网络下 合并精HDR高清60帧 在发热方面 X30机身最高温度46.9摄氏度 之前88最低是45度多 差别并不大 这台骁龙8稍微高了一点 68小快充 我们实测下半小时充出90%的电量 但我们测试的版本下 这个G6充电时间比较长 充掉100% 用了50分钟 OK 前面都是例行测试 下面我们就上极限性能测试 第一个问题 纸面来看 极限性能骁龙8相比于88到底提升了多少 Gebench 5单核跑分 骁龙812004 相比于88提升了5.7% 相比88plus提升了仅1.9% 多核跑分上我们这个版本甚至还不如骁龙88系列的机型 重点的GPU升级到了Adreno 730 咱们暂且先这么叫 3DMark Wildlife得了分10444 略微领先残血版的A15 相比于88那提升高达79% 性能暴涨 CPU几牙膏 这GPU就是牙膏采报了 和A15相比 还有10%的差距 GFX Bench 1440P 阿兹特克 OpenGL 离屏测试 骁龙843帧的成绩 相比于888提升了54% 在1080P下提升也高达57% 整体来看 骁龙8的CPU性能提升几乎微乎其微 但GPU性能暴涨 假定我们都取三项GPU测试的平均值 骁龙8相比于上代888提升了63% 再次强调 这仅仅是个假定模型 第二个问题 性能提升的同时功耗表现又如何 极限发热又怎么样呢 CPU新X2大核 这颗大核心 整机平均3.56瓦 功耗略高 大核能效比不如828和麒麟9000 多核心上 骁龙8507分每瓦的成绩 能效比相比828低了 约16.6% 整体来看 现阶段骁龙8CPU能效比表现 在这个初期版本的调教下还是不太理想 GPU部分我们就直接上极限测试 3GMark WideLife连续跑20轮 这非常极限了 iQ7高温直接强制退出了 小米11跑分异常过低 成绩也无法使用 由于我们测试时间比较紧 就不等它了 这个GPU部分我们直接采用之前性能横拼中实测的88PLUS的成绩 直接来看对比结果 骁龙8整机平均11.1瓦 相比于88PLUS高了近2瓦 约20% 接近骁龙870的两倍了 不过分数它也更高了 再说一遍这是极限测试 换算称能效比 骁龙8941分每瓦 相比于88PLUS提升了约40% 极限性能下功耗确实变高了 但极限性能下的能效比 相比于上一代还是不错的 这连续20轮极限测试下 MOTO这台骁龙8几乎没怎么降频 整体表现非常刚猛 平均分数甚至比A15还要高 但整机平均功耗也到了9.8瓦 持续性能下的能效比约871 相比于88PLUS仅提升4% 再看一下A15降频之后 这能效比提升巨大 1934分每瓦的成绩几乎是骁龙8的两倍多 当然重点还在后面 查看10分钟机身最高温度 MOTO HX30机身最高竟然达到了60.7度 仅次于满血版骁龙888PLUS的红波游戏手机 不过 要再说一次 这是极限测试 日常是没有人这么用手机的 骁龙8 CPU部分表现一般 GPU性能爆炸了63% 功耗虽高 但极限性能释放下的能效比纸面上提升了47% 一句话总结就是 极限性能有提升 极限能效比有提升 但是发热和功耗也变高了 纸上谈并结束 直接上原神最高画质MOTO HX30表现还是不错的 平均帧率57 而且全程几乎没有大幅度的吊针 整机平均6.43瓦 但换算成实际落地的能效比 骁龙8仅8.86fps每瓦 不如骁龙888PLUS和709000 且发热上也相对更高 半小时原神最高温度52.42度 我们也数了一下锯齿 渲染分辨率1581×712 约112万个像素点 是要低于前面这些安卓旗舰机型的 牺牲画质保帧率的手法 我们已经见过很多次了 之前我们说过 原神目前各大厂商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优化在里面 我们小白测评明老规矩上压力更大的光明山脉 半小时光明山脉X30平均帧率55帧 也大幅领先iPhone 13 Pro Max的46.1帧 你知道这领先有多大了吗 相比于骁龙88PLUS提升了约32% 果然是没有任何限制 但是由于发热 这后期还是出现了大幅吊针 超高的帧率很爽 但是功耗也达到了8.77瓦 机身最高温度甚至达到了61.62度 但是我们依然坚持握持着测试了下来 是大家点赞投币的时候了 高压的极限游戏测试完毕 骁龙8在原神和光明山脉这两款游戏中的帧率表现非常不错 尤其是光明山脉 但这俩游戏的实际落地能效比 在这个版本下是不如麒麟和88PLUS 有一个问题 就是毕竟骁龙8在GPU能效比上 纸面我们测试的提升了47% 我们排除一下极限游戏 又测了两个中低负载下的表现 首先是王者荣耀高清60帧 骁龙8整机游戏平均3.02瓦 相比于88PLUS 高了15%和麒麟9000 还有较大差距 持继90帧 满帧运行的情况下 骁龙8整机平均4.76瓦 介于骁龙8和88PLUS之间 性能方面全部实测完毕 四个游戏覆盖了低中高和极限 四个性能场景 而且再加上前面的理论跑分 大家应该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了 骁龙8我们测试的这个版本 在游戏的能效比方面 是不如888系列的机型的 而且发热较高 但是也不可否认 骁龙8的性能上限确实有不少提升 帧率表现着实不错 基本没人调教的光明山脉算是一个体现了 性能总结 骁龙8从理论测试上来看 CPU性能提升并不明显 微乎其微 但GPU性能提升了63% 功耗高了20% 能效比提升47% 但现阶段实际游戏落地 我们测试的这个版本 能效比还是有很大的优化空间的 发热也不理想 MOTO作为全球首发骁龙8的厂商 可能确实优化调教的时间比较短 我们体验的这个版本也确实比较早 可能得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后续我们会继续高强度的实测 还有其他机型的 OK 整整跑了三天 可以点赞投币了 感谢 屏幕方面基础参数给大家打出来 这三台机器 反正前期我们一直在测试各种各样体验 并没有出现什么特别的问题 反正这一台X30感觉有一点点偏短 其他的就都还是OK的 然后有一些小细节需要注意 就是它这次是全局DC调光 包括这个X30 它是LCD的一个屏幕 对 这个是LCD的 这个是OLED 它都是全局DC调光 这个是值得点赞的 我觉得比较极客的一点就是 它也加入了强制全局144赫兹 我们公司好几个编辑小伙伴都把他们轮了一遍 统一都是这个感觉 真的是非常的快 因为它功能真的是非常的少 但是要提醒注意 你强制144了 这个续航肯定要受到影响 鱼壳熊掌不可得见 真的是非常接近原生 前段时间我们刚刚发了Pixel 6的视频 比如说注意看这个下滑的状态栏 这个功能界面 这个动画 而且搜索界面 或者说这种输入文字的那种界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原生 整个这个功能方面 它肯定是没有国产其他那些系统做的那么全 我觉得某种意义上 它算是取代了之前一加的那个位置 那么现在的MOTO跟之前那一加是很相似的 这个总有人喜欢自己折腾 喜欢比较极客范的一些东西 你看这个设置界面 什么颜色都没有 就是白纸黑字 这台机虽然说背部采用了两侧这种红面的处理 但是你出上手的时候还是稍显感觉有点厚重 因为最早的它采用了一个5000mAh的大电池 它是每到200克194 我这样 上下动一下手机 就是闪光灯打开 你再换两下它就关闭了 然后就是你这样翻动手机 然后自动打开相机 这两个功能如果你习惯了还挺方便的 这是MOTO的传统异能 在显示方面 这X30是HDR10 Plus 它是全链路10比特 而这款S30它是最高支持到HDR10 如果你是专业用户的话需要注意一下 OK 下面就是影像部分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次MOTO Edge X30官方宣承使用了三主摄系统 因为是早期工程固件 大家先大概看一下 主摄采用了OV50A 超广使用的是三星S5K G1 还有一颗景深凑数镜头 前摄是OV60A 这次的OV50A和OV60A两颗SIMUS是首次亮相 我们也非常感兴趣 毕竟它的尺寸和参数对标的是整体素质 非常平衡的MX766 这颗SIMUS达到了100%相位检测覆盖率 我们对这台机器的对焦体验预期还是挺高的 直接上识色 在光线充足的白天 主摄的色彩还原还是比较真实的 成像的整体风格会偏冷一点 偶尔会有些偏色 好的是不像现在的饱和度战士 拍什么都那么浓艳 整体比较适中 这点好评 在室内光线复杂的场景下 大体表现还算OK 不同的平台显色上可能会有一些差异 想看原图的话 可以在小白四宾的微信块 后台回复Moto Edge X30就可以了 这枚超广角广是足够广 色彩还原也还不错 但是解析力上相对较弱 边缘还存在一些畸变 好在支持超广微距 实用性上比200万的凑数要强得多 夜景方面 成片的宽容度和画面的纯净度表现都OK 画面的噪点也不是特别明显 但是默认拍完之后还是需要计算一下 才能出片里等一下 会主动将暗部提亮会损失一些细节 而且在某些情况下 我们体验着还会出现一些偏色的问题 前摄这枚OA60A的表现 在不开启美颜的情况下 肤色的还原比较真实 画面的宽容度也不错 但是在光线稍不充足的情况下 会需要较长的手持时间 拍照的软件体验上 前面我们提到的对焦方面确实很强 识别到人脸时会一直稳定的锁在人脸上 基本不会丢焦 确影框的分辨率挺高 但是二级菜单需要点快门线上的小尖头 才能呼出 刚上手的时候不太好找 整体拍照的体验也比较接近原生 是比较干脆的 不过不管怎么说 我们手上还是前期的工程版 固件可能还不够完善 希望存在的一些问题 可以在零售版机型上得到改善 OK 还有一些体验上的细节 提醒大家注意 这是骁龙8平台基于安卓12的一个首发 它官方名字叫MyUI3.0 但是咱们前面说了 它其实是非常接近于原生的 OK 简单总结一下这两台机器 它们的特点还是非常明显的 比如说骁龙8 比如说影像 全类路士比特 但是我想多聊两句 MOTO这个品牌 前面确实是非常波折 整个的系统或者配置 到各种各样的元器件 之前的机型总是 不是缺这个就是缺那个 但是通过这台机器 作为顶级大旗舰来说 它的完成度基于MOTO现在的情况 还是不算低的 通过这台机器 我们也能感知到 就是MOTO确实想 踏下心来 好好的来深耕国内的市场了 因为之前总感觉是 就是别家都出了 我也要出一个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就是它现在的定位 有点让我总是 不由自主的想到 之前的这个一家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性价比 它在硬件上的堆料 还是很猛的 也挺足的 就是该给你的都给你了 甚至还有这个首发 是吧 它通过性价比 想迅速的提升这个市场的这个占有率 还有整个的这个位置 这个信号还是挺明显的 就比如说这个刚过去的双十一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它把这个870 给拉到了一千万的那个单位 这台机的价格 现在我们还不知道 大家可以走不着弹幕 我个人觉得 应该性价比不会太低 希望不要被打脸 他们目前已经实测过的数据 都已经更新到了小白测评的数据库 你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 我们这次真的是连夜爆肝 记得点赞 OK更多的人和精彩 大家在全网搜索 观众小白测评 别着急 后续12月份 你们想看的全都有 记得订阅 拜拜